大家好 昨天有位华友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养护蟹爪兰 又不想给它使用有机肥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减少 导致它比较容易烂根 比较容易出现生长不良 那么如果说大家又想 把自己的蟹爪养好 又不喜欢用有机肥的话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改变一下 我们用的土 我们可以用这种专用的营养土 因为这种营养土 它的有机质非常丰富 而且是经过高温杀菌杀毒的 所以也比较卫生 那么它的有机质也丰富 所以说我们拿来栽种蟹爪兰 也可以保证它的根系发达 不容易积水烂根 同时我们平时给它追肥的话 可以改用一些微生物有机肥 因为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可以让这个土壤里面的 有机质更加多 同时有异微生物更加丰富 那么有机质多了 有异微生物多了 蟹爪兰的根系就会长得更加强壮 更加的发达 我们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的话 可以给它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给它追肥一次 因为这种微生物有机肥它不会引起肥害 而且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比较容易又发达长一些新根出来 平时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再结合这种出生长型的游基养液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它养分充足 又不需要给它使用一些农家肥 比如说脊粪养分 同样又可以把这个蟹爪养的脂肪业貌 好了 这就是不需要用农家肥来养护蟹爪养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